另一位父亲洪仲秋的爸爸 在这一天少了儿子相伴 但是贴心的女儿为洪爸爸 安排了一个惊喜的礼物 就是跟他的偶像詹雅文 共进午餐 歌手詹雅文看到洪爸爸 先来个大拥抱 后面还有节目 要和空中的听众一起过父亲节 谢谢 父亲节快乐 洪爸爸 洪妈妈都是詹雅文的忠实歌迷 我的说话是比较不要表达 其实内心都非常感恩 所有的人 我们兄弟都很感恩 感恩 谢谢 这天不但有机会和偶像合唱 还要共进午餐 事前洪爸爸完全不知情 很意外 很高兴 就这样 因为我们妻子 三月才跟我说 他也没说要跟我们吃饭 他只说要来 往年的父亲节都是洪姐姐送礼物 弟弟中秋安排餐厅吃饭 今年只有姐姐一人张罗 给两老更大的惊喜 洪爸爸 洪妈妈 露出久违的笑容 还有好多民众寄来父亲节卡片 小朋友化的洪爸爸 全家人看了直说 好像本尊 摘即便送来鲜花 甚至有远从日本 跨海寄来的鲜辈 来自各地的关怀 与祝福 陪洪家人度过父亲节 提醒中部综合报导